好 端午节快要到了 不过今年粽子的食材价格平均上涨两成 连带粽子的价格也调涨 让不少婆婆妈妈们都很伤脑筋 美食专家梁又祥就教大家 用黑糯米结合燕麦 薏仁 小米 还有米豆等十种材料 做成简单又养生的创意粽 就连老外也来嘎一脚 趣味十足 OK 一个 嫁不出去了 老外们七手八角包粽子 还比较厉害一点的 谁比较厉害 我觉得他吧 我是智障 好不容易折好粽叶 还得放入泡过的糯米 再加上鸭蛋黄 栗子 香菇 肉块 杂七杂八 等到包好捆线粽子 却一个个成了四不像 看来 它看来不像线 我希望它结束了 很棒的 老外包粽包出兴趣 但今年包粽对婆婆妈妈来说 可是大伤脑筋 今年包粽材料平均长了两成 连市售成品粽也贵了一到三成 如果不想荷包大失血 美食专家有Pepo教你包出 省钱又健康的养生粽 若米长得特别的高 那么自己在家里面养生的粽 多半就是你从骨类都去琢磨一下 那么这里面当然一般传统的花生 还有纸糯米 纸糯米也是这个补皮脏的 补血的 用黑糯米花生 小米小麦 艺人燕麦米豆等材料 代替糯米及内馅做成的养生粽 连素食者都可以吃 善用创意做出新的包粽 端午节还是可以吃的对味 美食新闻 陈鲸鲸 陈威鱼 台北报道